上禮拜有提過,進階裡面有一個 其實有好幾個,下載資料部分,其中有一個是 觀測資料查詢系統 這邊有一個重點是用IE物件 這個檔案我想各位可以先下載,下載之後把它打開來 裡面的話基本上長的 裡面大概就是 其實是空的,裡面沒放東西 主要兩個按鈕,不過現在這個按鈕你按下去裡面沒東西 因為程式沒有貼上去 所以特別是這個,我是幫各位已經把按鈕先放上去 那他要抓什麼資料 各位可以看一下這個程式碼裡面 這邊有個網址 你把這個網址點擊開 它的,其實它的副檔名有沒有 是JSP,JSP是用 Java寫的一個 動態網頁的一個網站 當然如果你是靜態的話,一定是點HTM或HTML 這個部分的 網頁基本上用我們之前的方法 如果HTM或HTML應該都不會有問題 可是如果你的副檔名是 點JSP,或者像剛剛點PHP 或者點ASPX 這些的話,可能在抓取就 比較容易有問題 比較容易 OK 那以這一題來看 把它打開來 因為 這個同學的需求是這樣子 因為他每天 都需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 針對這個 22個縣市 每一次都要點一下之後 讓這個去改變 現在的資料 比如說 HT是台北 點擊 就跳到台北 安部 所以他必須 先台北市安部 然後再來台北 再來竹子湖 然後他需要怎麼做呢 他需要安部之後 把這個資料怎麼樣 Ctrl 複製吧 但是他還蠻厲害 他知道說 用選擇性貼上 跟這一下 應該是 選擇性貼上裡面 他好像 他只有貼上文字 可是文字這個字又不是我們要的 所以他變成怎麼樣 他要再轉成橫向 所以他變成要 要再減下 然後 把它 應該是複製 然後再把它轉字 把它再轉成橫向 所以其實這個工程也是蠻浩大的 轉字 他這邊 用 這邊轉字 按確定 然後一個 一個一個一個慢慢貼 我看他每天光這樣貼 可能就 這麼多 22個縣市 那台北市三個 新北市的話有這麼多個 然後台中又這麼多個 每一個每一個他必須要 就是一直切就對了 因為 他沒有一個來源 可以直接從 那個觀測站那邊 因為觀測站如果 最好當然可以直接給一個開放資料就好了 可是問題就是沒有 那沒有你是 研究人員 你每天都要上去抓 那上去 可是為什麼他沒想過 乾脆打個電話去問問看 不過 他也打過但是 對方也不太願意給這個資料 他要買 要買 要買 所以 所以要不就花錢 要不就花這些 花腦筋 有沒有什麼方法 可以不要花錢 然後也可以把資料抓下來 但是最完美的 所以 這個地方的話 可能會牽涉到幾個點 第一個就是 如何讓 這個地方自動的幫你 去 捲動 對不對 然後呢 他的邏輯是 第一次一定是 換下面的 然後 再慢慢往下一個 再慢慢往下一個 所以你需要知道幾件事情 第一個 按F12 剛剛講過 第二個 你要知道這個東西叫什麼 按右鍵 檢查 它的名稱有沒有 它是一個select OK select 下拉清單 它的name叫 什麼呢 Station 什麼 country country OK 然後ID有沒有 這些訊息 那這個現在做什麼 因為這樣的IE IE物件 可以控制得了它 OK 那我們可以用 IE 去 控制這些東西 讓它可以去捲動 當它捲動 我們再去抓 這個裡面的資料 所以第一個 你要知道什麼 可以配合什麼 配合我剛剛講的方法 就是按右鍵 檢查 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Station 那 日報表 這些東西叫 這個東西叫什麼 不知道按右鍵檢查一下 它會告訴你這東西 Station Info 等等 所以 F12 配合按右鍵 的檢查 的檢查 你就可以看到 每一個 元件 它 在這個 網頁裡面的 名稱 那透過這個名稱 你就可以去抓取 你要的東西了 那要怎麼抓 因為 可能這個裡面還牽涉到 有關網頁的 相關知識 所以我大概講一個 可能你們比較需要 知道的部分 至於網頁裡面的標籤 這個不是我們 沒辦法講 因為這個 可能你自己要這樣花時間 去了解有關 HTML5 的相關標籤 它到底什麼作用 OK 第一個 F12 配合 右鍵檢查 第二個的話 我們大概知道這些訊息之後 接下來 要怎麼撰寫這個程式 其實我這邊有 這個有相關訊息 22個縣市 它每天隨時更新 可是如果說用人工來做 真的 曠日廢時 每天光做這些事情 至少都要花個半個 半個小時 恐怕還做不完 所以 錄製聚集你也沒辦法做 用剛剛的那個方法 可能也沒辦法 因為 它必須要跟 一個一個做 所以怎麼辦呢 這個時候 就有一個 解決方案 就是什麼 引用IE物件 實際上就是 用VBA 去外掛 把IE外掛進來 也就是說 VBA本來 不能夠去存取 網路上的資料 這個時候 藉由IE 反正 IE可以 反正你就有點像是 用程式去控制 IE 只要程式 可以去控制它 它會更新 你再把資料抓回來 直到 沒有為止 OK 邏輯大概知道了 接下來怎麼做 因為我這邊有提到 Select的元件 就是下拉清單 它的名稱叫這個 怎麼知道 按右鍵檢查就知道了 有沒有 這邊有 OK 把它框起來 這個叫做 什麼呢 Station 有沒有 這個叫 這個名稱 OK 然後 下方的儲存格 底下這個是我們要抓的 每一個儲存格 它叫TD 那第幾個 其實我們可以用數字來 這個InnerTest 可以用TD的第幾個去抓到 比如說我要取得 用IE裡面的Document 這個元件裡面的哪一個 哪一個元件 byTugName TugName指的就是說 標籤的名稱 標籤名稱裡面 TD的第幾個 刮符第幾個 把裡面的資料給抓回來 好 那底下大概有個序 城市怎麼抓 我先把 這一段城市 總共兩段 一段是 抓資料 一段是清楚 先抓 貼到哪邊呢 等一下你們其實 可以先做做看 因為這個城市稍微複雜一點點 但是 你可以先參考 如果可以的話 自己再把它找一些 變化一下 類似的 OK 好 做完之後呢 我們按一下它 但是 因為我會讓城市 先停一下 為什麼 因為網頁 它載入的時候 不會馬上 而是會等一下下 所以你讓它等一下下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鞍部有沒有 經緯度 海拔 觀測站日期 有沒有 這些資料呢 就等同剛剛我們 捲動之後 換一個 底下的東西 抓回來 有沒有發現 一個 兩個 三個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這個就等同什麼 我剛剛做的 是直接從什麼 這個 第一個先抓這個 再抓第二個 抓第三個 再把這個切到下 這個板橋 淡水 瓶瓶 零口 OK 直到沒有為止 那你會發現 那這樣應該速度快很多了吧 當然日報表、月報表這個沒有啦 如果你對 還要再捲動日報、月報表的話 自己再加一下 反正 只要能夠動上那兩個 下面這個應該也沒問題 OK 然後呢 接下來 大概知道功能之後 那怎麼做 首先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城市 你會發現 不過它還在跑 底下我這邊 做一個Status Bar 13個城市 剩下9個 14個 15個 總共22個 那所以 光城市去跑就要一段時間了 更不要說用人工來處理 那當然這些事情 如果用人工來處理 真的不是非常恰當 一定要寫成這個 但是目前 用阿依依去抓 網路資料 這個部分在 網路上面的 分享其實非常的少 非常的少 而且這些東西 其實也 不動 不太容易理解 城市也不容易撰寫 那這些 其實是 我自己 當然有參考 網路上面的 一些相關的東西 不過大致上 還是我自己把它改出來的 那裡面有哪一些 我們來看一下 我盡可能的 會把那個 城市 註解的部分 寫得清楚一點 反正你們這樣來哪一行 該怎麼做 改哪些地方 那你大概就是 稍微參考一下 首先第一個 我的網址 就這一個 我是建了一個 變數名稱給他 叫 ulb 把這個名稱 先丟給這個變數 第二個的話 我 就是把IE物件 create起來 其實只要一個叫 create object 這個方法 我們前面還有用到蠻多的 ado也是用這個來create 有沒有 我們不要連資料 ado也是 那後面這個名稱的話 他沒有區分大小寫 叫internet is broad .application 也就是說 把那個IE 當成一個 物件 所以呢 前面有個set set IE 等於 create internet broad application 所以這個時候 IE就變成 IE就變成一個 物件 的名稱 當然 寫法 有兩種 set 哪一個create 這第一個寫法 下面還有第二種寫法 先定之後 再set 等於near OK 兩種寫法 那你想說這兩種寫法有什麼差別呢 其實 基本上 當然 第一種寫法我比較喜歡 為什麼 第一種寫法 他比較 簡潔 簡單 惡樣 可是 第二種寫法有個好處 如果你是用第二種方法的話 宣告之後 那 將來 它有個好處 如果你在 IE 點下去 不過特別重要 這個如果說你用第二種寫法 你還要再多做一件事 引用 引用什麼呢 引用IE Microsoft的什麼呢 Internet explore 所以特別重要 這邊有沒有叫Internet 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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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說它 好像不同 不同的東西 還是直接是 Internet Explore 這個我再確認一下好了 這個我再確認一下好了 Explore好像不是從 Microsoft的那個 剛剛有 頂多好像 這個是Internet Control 我記得好像 不是這一個 另外 我們試一下 如果 對的話 它點一下 沒錯 Internet Control 那特別注意 如果你用第二種方法 第一種方法的好處就是一行而已 但是它有個缺點 就是你點下去它不會任何提示 第二種方法的好處 它的缺點就是說你必須要先宣告 再set 然後要引用 如果你沒有引用也不能work OK 然後呢 它的好處就是會多一個 這個清單給你 就是你這個物件裡面有哪些屬性跟方法 它會自己跳出來 所以 當然以程式撰寫的角度來看 可能還是用那個 最後用這一行 如果平常程式撰寫的話 你還是用那個引用的 所以這裡的話 跟各位講一下就是有這個部分的不同 兩個方法提供給各位參考 然後 我們先用這個方法好了 先把這邊也是一樣把它註解掉 然後這個把它打開 我們用set 如果你用set這個create object 上面這個工具設定以用項目 沒有也沒關係 OK 這個是 下面這個一定要打勾 如果你用create object 這個可以不用沒關係 不過它缺點就是說 你現在點下去了 它不會有任何提示 變成你要自己知道 裡面有哪些屬性跟方法 所以這個對程式設計師來說 恐怕比較不容易 所以提供給大家 那接下來就說 我如果要連到那個網站的話 我可以用navigate 連到那個網址 所以第一個我已經連到那個網址 然後呢 當然 這邊有一個 IE 點 這個 visible 等一處 這個是 你希望讓瀏覽器 跳出來的話 顯示出來的話 那你可以用visible 等一處 比如說我這邊 可以demo給各位看 這邊先把它清掉 假設我觀測站按下去 visible 等一處 這個時候其實它會怎麼樣 把它顯示出來 可是它實際上 裡面現在是空的 為什麼 因為你還沒有 執行這一行 navigate 好這個時候有沒有發現 它已經連到觀測站 所以 這個為true 把它連到 那 這一行 Do while 意思是說 當 這個IE準備好之後 才 接 再往下 否則的話 你就一直等 等到它 直到 好了之後為止 OK 現在已經OK了 接下來我這邊有讓程式 等個5秒鐘 為什麼要等5秒鐘 因為 有的時候 即便它載入了 可是好像還是會有一個 時間差 所以你太快去抓資料 有時候會抓不到 所以我這邊會多一行 就是 等到大概5秒鐘 所以我這邊多等個5秒鐘 接下來的話 因為 會有22個限制 所以我接下來 就是說 去 接下來就是 for I 等於 就是 這邊等個5秒鐘 所以它會等5秒鐘之後 才接著下面 接下來的話 有22個限制 然後呢 我先 option 裡面 先怎麼樣呢 先查詢一下 select 共有幾個項目 所以基本上 它總共幾個項目會查出來 總共有3個項目 意思就是說 第一個是台北市 裡面 底下 那個station 裡面只有3個 所以只要跑3次就好了 那接下來跑什麼 接下來就是說 把裡面的資料呢 分別把它抓過來 所以這邊的話會多一個這個 J 其實因為I用過了 所以我用J J等於1到3 意思就是說 我這裡面 總共安部 台北 竹子湖 總共有3個 那我需要什麼 先一個 因為現在已經是第一個 先把它裡面先抓過來 換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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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底下的話 基本上就是 Status bar 更新一下 那怎麼去抓 用Td去抓 第五個裡面的東西 實際上指的是什麼 第五個指的就是 應該是這個 這第五個 第六個 第七個 第八個 第九個 分別有沒有 幫我抓過來 抓到哪裡呢 抓到我的 這個追欄裡面 追加1 因為R現在沒有 所以抓到這個 第一列裡面的 第一欄 指的是這個 這個儲存格 一個一個幫我抓過來就對了 一個蘿蔔一個坑幫我抓過來 所以按F8 有沒有安部 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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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抓一個 接下來的話呢 下面這個 意思是什麼 在 IE裡面 產生一個 Event Event 就是事件 什麼事件呢 讓我的 這個東西 有沒有 捲動一下 捲動一下 所以特別是 我要怎麼讓他 換下一個呢 實際上 關鍵就在這個 Event Event 裡面的話 我就讓他 怎麼樣 Change Change換下一個 然後Change哪一個呢 去找一下 Station Station 剛剛還記得吧 Station 實際上就是這個 讓這個Station 怎麼樣 幫我 Change一下 所以你就Change一下 一樣去等他一下 因為有時候他載入資料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他應該 Change到台北 我剛剛沒有動 他自己Change 換下一個 OK 然後呢 再來 抓下一個 所以台北的資料下一個 然後再Change到下一個 所以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他又變成竹子弧了 所以我知道有三個 所以 讓他Change 然後這個說呢 竹子弧的資料下來了 對不對 OK 換下一個 然後我現在要知道R 到第三個 所以呢 接下來 這個是改什麼呢 Change這裡的 現在要Change這裡了 所以Change這裡怎麼Change 其實也是Event 就是利用那個 Create Event 什麼Event 就Change的這個Event 要更改 哪一個呢 告訴他說我要去更改的是這個 有沒有 Station的這個 County這個 OK 那我就把這個 做更改 所以更改 現在台北 改完之後 NAS 看一下 有沒有變成新北市 改新北市 OK 應該懂那個邏輯啦 只是說這個 不斷在重複 所以後面都一樣 一直改一直改 直到沒有為止 好 這樣子一直跑一直跑 所以你會發現 因為我那個 IE visible 等於True 所以你會發現 現在 感覺好像那個 被害客戶親的感覺 你的瀏覽器一直在動 那主要是 Visible等於True 所以你最後記得 那個IE點Visible 你要把它關掉的話 就是等於False 就好 或者是說你剛開始 這一行就不要讓它執行 它就不會有畫面 所以一般測試的時候呢 會讓那個Visible等於True 等到測試OK之後呢 就把它關掉 OK 不過這個程式其實還蠻有趣的 但是難度其實還蠻高的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了解一下 包含那個標籤 包含怎麼create成那個event 尤其那個事件 如果你可以抓到 每一個 每一個就是上面的元素 它有什麼event 比如說Change 當然 那個按鈕一定不叫Change 可能是Clicker 或者是什麼其他的名稱 其實一般書裡面也查得出來 那你就可以自動的去控制 所有 只要能夠載入到IE裡面的所有網頁 你都有辦法把裡面所有的資料 通通都給P字下載下來了 應該懂我的邏輯吧 只要你網頁 哪個網頁不能在IE裡面看 應該都可以吧 所以 其實利用這個方法 稍微改一下 幾乎網路上所有的資料 要抓下來 應該 都不是問題 只是說因為 那個難度真的還蠻 而且 可能要跑太久 Control Break 如果你們要把它停下來 按Control再加一個Break 它就停住了 不然它一直跑一直跑 不知道跑到什麼時候 OK好 就把它停掉 所以特別注意 程式都在這邊 最後就是把IE給 關掉 有沒有 IE物件關掉 然後呢 再做什麼呢 它的寬度 重新再調整 程式 大家都在這邊 如果有興趣的同學 回去可以稍微看一下 因為 程式應該都看得懂了 只是說有些細節你可能要再去 稍微了解一下 尤其是這個IE物件的使用方法 來畫面先畫面 各位一下 今天的話 主要是把那個 如何從網路上下載資料 這部分 再跟各位做個經驗的分享 因為這有些東西 其實也是 平常 自己工作上面 會需要用到 所以會去try一些 比較新的東西 有未來 像這些 我甚至有點想說 把它在 整理整理 變成一個 獨立的課程 就是直接就教 如何利用 VBA 加上IE物件 去 存取網路上的資料 那裡面的話 包含就是 也許是證交所 證齊會 有些 什麼一些 證券公司的 可能 前提好像是 也跟 要不要錢 好像有一點關係 有很多時候 你如果 他就是 不一不讓你抓 如果說 你如果可以 透過這東西 你想抓什麼 就抓什麼 的話 而且國外好像有非常多 同學很常常問這些問題 所以我一直很想說 看能不能把這東西 變成一個 獨立的課程 這樣應該就 只是說這個缺 可能 會 很 需要很多的 案例 然後如果這些案例都可以抓得出來 我想 這個應該是還 蠻有需求的 OK 今天的話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先講到這裡 那觀測在那個程式 完整的應該都在雲端上 請各位